而在台北市的部分呢 在德惠街跟警路口 是發生了鬥毆的槍擊案 這些被害的陳姓男子 他聲稱是為了兩千五百元的債務 在昨天晚間被毆打追討 但是到了今天凌晨 雙方是再度找人助陣 後面談判還展開飛車追逐 過程當中呢 甚至在這個路上丟舉了信號彈來示威 陳姓男子的右胸口是被改造瓦斯槍給擊傷 最後呢是失控撞車 警方逮捕六名嫌犯 將他們依照這個社會秩序妨害法移送法辦 警方逮捕獲自身ら散開飛車